早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今天10月8号的百革城报 在脸书的世界里有一种现象就是 马华普遍上不获得脸书湘明的欢迎 但是昨天却出现了大逆转 也是近来首次在新洲日报官方脸书看到湘明 那么踊跃的基于马华按赞 至今累积了超过5000个赞 而且正面评价也远远超过负面评价 马上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这个贴文大逆转了马华在脸书的受欢迎程度 同时这则新闻也是中国报今天的头版新闻 马华前总会长林良石 泰然迎接了首相娜杰的提告 会说处置泰然和用上迎接的字眼 是因为林良石三段简短的文告中 用字浅拔又不温不火 却是字字铿锵有力 尤其在第二段的最后语句写道 我很期待看到首相出现在证人栏 也相信他会这么做 如果他声称自己声誉受到影响 那么接下来 首相的代表律师应该不需要等到第七天才给回应了吧 接下来新报头版则打脸全首阿里 他号召万人在这个星期六在马六甲拉野集会 以抗议一名移民局官员早前被怀疑流氓殴打的事件 不过马六甲移民局副局长阿布巴卡明确告诉全首阿里 移民局不需要他 他指出之前的殴打事件发生之后 移民局还接到死亡恐吓 而全首阿里当时又在哪里 就算没有他的出现 移民局现在也不是一样安好如出吗 马六甲警方也表示将会传召全首阿里调查 但没有对外透露确实的传召日期 英文报新海峡时报继续追踪报道 关单一带旅土矿开采线路失控局面 新海峡时报比较2013年到2015年 短短两年内关单六个地区的地表变化 而更叫人吃惊的是 弥漫在空气中的污染物 证实会危害到居民的健康 目前新的法案在草拟当中 以便赋予联邦法院更多权力 管制这些失控的旅土矿开采公司 另外来看南洋商报的头版 在印尼南苏门达拉占比省的居民 目前住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他们准备要起诉五家非法烧巴 引发严重烟霾的种植公司 当中包括了我国的森纳美集团 居民提出了接近150亿令吉的赔偿 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 纽约时报再度报道 大马首相纳吉汤污丑闻缠身的课题 这篇新闻内容明确地学到 那由有九位苏丹和四位委任 周元首组成的马来统治者理事会 罕见地干预政治下令迅速完成一码发展公司的调查工作 同时文中也引述了反汤汇策略通讯部总监罗海扎的谈话 指出在调查SRC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是否有资金流入纳吉户头的案件当中 调查人员目前面临无法继续往下查的困境 因为关键人物也就是纳吉丈夫的管理者 SRC公司的董事经理聂法依莎已经离开大马 目前下落不明 因此反汤汇虽然握有文件 但却找不到关键人物询问 那今天的晨报到此结束 谢谢您收看